6月29日,安徽六安发生一件让人愤怒的事情 6名男子和垂吊者发生了肢体冲突 而不少网友爆料,这些男子是当地的管理人员 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了冲突? 视频中可以看到,5名穿着制服的男子对着一个穿灰衣服的男子进行殴打 其中一名用胳膊肘狠狠地敲打男子的背部 在受害男子已经疼痛难忍的情况下 这名穿制服的男子还没有停手 反手又给了男子一耳光 只见这名男子痛苦地捂着受伤的脸 随后受害男子被他们打得倒地 在男子已经起不来的情况下 之前打人的那名管理人员还是图再次掐男子的脖子 这一幕被一个好心男子拍下 由于路人距离他们比较远,无法上船 只能是图叫着打人了打人了这样的话 让这些管理人员收手 没想到的是,这些人非但不收手还变本加厉 直接将受害男子踢在水里 甚至将男子的头强行按在水里 视频中可以看到男子被呛了好几口水 险些丧命 期间挥衣服男子的生命相当危险 让人捏一把汗 后来,调友被对方插着脖子推到岸边 其他人将其拖上岸 随后这个事情被传到了网上 一时间引起热议 不少人表示,难道管理人员就可以打人 随后,当地相关部门也高度重视 立即将所有人带回调查 并在第一时间将受伤的男子及时送往医院 经过鉴定,男子只是轻微伤 并没有什么大败 但是不少人却质疑 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愚政的管理人员 因此当地人也给出回应 这些人来自某渔业公司 并且相关部门也给出回应 他们是一个企业的员工 只是和钓鱼者发生了冲突 还推荡了几下 然而不少网民对这种说法并不买账 就算是钓鱼者违法规定 那也应该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处罚 而不是暴力解决问题 要知道暴力殴打是违法行为 不仅如此 这些所谓的管理者 还对受害者扇耳光按在水里 难道这种只能算是简单的冲突 亦或者是所谓的推荡 当然,目前这几名涉事人员的身份 还在调查当中 是管理人员 亦或者是公司企业的员工 还需要后续调查 不过视频拍摄只有一部分 至于为何这些人要动手打钓鱼者 还有待调查 不过如果不是渔政执法人员 是所谓的什么公司 水库又不是他一个公司的私产 他们有什么权利来驱赶殴打钓鱼人 这是不是恶势力 请相关部门 一定要给受害人一个人公同的交代 再次也告诫大家 野钓有风险 选址需谨慎 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合适钓鱼人 特别是野钓的时候 最好是选择一些无人管理的江面 来进行锤钓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同时也提醒大家 不管是什么纠纷 大家都应该坐下来和平解决 如果解决不了 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 来维护自己的权利